好那我们现在就来 婉转你的 矩阵LED 我们在这个 Bit上面 其实你总共有 25颗灯 25颗灯 那说真的 我是比较喜欢玩 那个Smart上面 那个LED点矩阵 因为它有64颗 64颗可以做比较多图案 25颗真的是比较难 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图案的量 能够显示的内容 确实是相对比较少 不过就是看你 还是可以做一些资讯的一个显示 那首先它的功能主要有 就是当然亮度 它现在是可以调整的 那再来就是它本身是全彩的 所以说 它的颜色呢 就会比我们一般那个LED点矩阵 64颗颜色比较多 好那再来你也可以自己绘制图案 有没有 像我们右上角这个 你可以自己用点的 好那你也可以直接 用它已经帮我们 画好的一些图案来用 而且呢 它也可以做跑码灯哦 你看这里有跑码灯 有没有 甚至呢 它可以透过阵列 直接去控制 像这两个 都是用阵列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控制 我在哪一颗 用程式去做运算 这是它目前 主要的几个功能 那您了解了这个之后啊 我们先看看 有些同学是属于视觉设计型的 就是用看的 用眼睛的那一种 那没关系啊 我们就来看看 因为有不同型的嘛 好首先 那我们就请大家先到这边来 来这里 我把这个先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好大家进到这边之后 你先从左手边来 因为呢 这一个LED的这个矩阵 它是在开发板上 所以你要用它呢 我一定要有开发板 这个积木 所以麻烦各位 你找我们左手边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叫Webbit的这个类别 里面这边 有没有就有一个开发板 好就在这边 所以你点一下 就有一个 所以你把它拿出来 那如果你就太小 你可以像我这样 在下面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积木的范围放大 你看 它现在就没有分 我是模拟器的啊 还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 DID 它是把模拟器跟 实体的 是结合在一起 那你要连接呢 还有两种方式哦 一个是直接接USB 一个呢 是透过WiFi 这两个通通都可以 好 通通都可以 所以 这两个都是透过实体的部分 只是一个是有线 一个是无线 好 好 那我现在呢 就选择我们用模拟器的方式 好 接着 因为我要控制它 这个LED矩阵 所以我就来找这里 矩阵LED 你看 所有跟它相关的积木 通通都在这个 里面 所以你可以把左手边 好 左手边这个当作是一个目录 我今天要用到哪一个元件 用到哪一个功能 所有跟这个功能有关的 通通都会在 我们这一个 积木的目录里面 好 那比如说你看哦 我想要像我们刚刚在这里 来我抓一下 我想要有这样的效果 我把它盯起来 这样我们在这边看就比较清楚了 OK 那么怪兽我们先不讲 你可以先设亮度 亮度在下面 因为我现在放的比较大 来这里 以我们在荧幕上 用模拟器来讲 亮度大概不会差太多了 好 你可以先试看看 亮度它是0到20 那么 我们来看看 你想要增加一个图案的话 我就找这边 我先用它预设的 丢进来 有没有 就这样丢进来就好 那图案呢 你可以自己挑 那么比较特别的是 它右下角 这个是随机 不是动画 就是它从这里面 随机挑一个 好 假设我就先笑 我们先执行看看 你可以先确认一下 好 看看这个亮度 你觉得可不可以接受 但是在模拟器上的话 原则上我就建议你直接开到20就好了 好 因为用这样 10是有点淡 那我们看看 我如果是20 有没有 这样稍微比较亮一点 好 在WebDuno的界面里面 通常执行程式在右上角 所以你可以把积木拉出来之后 就直接按执行 那你要记得如果你的积木有改变 好 或是内容有做任何改变 一定要先停止再重新执行一次 他就会用新的 好 这个程式内容去执行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 那 这里面呢 这里面 我们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想要这样子 我出了像这样有效率 我们先试试看看 然后你里面呢 还有包括像跑马灯啊 对不对 下面这边 你要自己用这个也可以 但是要留意一下 他上面这个图案是先选颜色 然后再来点 好 所以你选完颜色之后 点下去 他所出现的就是那个颜色 所以如果要的是 比如说蓝色 那我就先把蓝色先点好 我再把这些 把他点下去 好 那我们就一样 执行 有没有 这样就有了 那你稍微留意一下 不管你做哪一种 做哪一种 你看后面我这边还有跑马灯 如果呢 你是像我现在这个情形 我需要显示 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你像我现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按下执行 他其实只会怎么样 显示最后一个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咻一下就执行完了 剩下最后一个 所以呢你可以像我们刚刚 在简报这边所提到的 你可以加上一个什么 等待的动作 等待的动作 这个等待呢 就是等 他把你上面这个 灯号 做完 好 或者说留一段时间 这样你才有时间去看到他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积木 等待的积木是不是绿色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哪里了 在哪里 你看在我们这边 左手边重复这边 是不是绿色的 好 所以这个是BIT他使用上的一个优点 好 所以你要找积木到底在哪边 很容易找 就在这里 所以我中间插进去 好 那 偷懒我们就用复制的 插进去 再重新执行一次 没玩到 所以呢 先显示笑点三秒钟之后 哎 关另外一个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爬马灯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 搭配这样子 好 如果你需要呢 有多个积木 多个动画也好 你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 记得要会搭配这个等待的积木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在这个里面还有搭配那个 什么怪兽有没有 那这个怪兽啊 其实就是在我们Webduno的右下角 右下角 他总共帮我们设计的四只怪兽 有没有 这里有四只 其实这整个区域 其实这整个区域 如果你曾经之前用过Smart 你应该会有点熟悉 其实这边就是所谓的什么 网页互动区 也就是说这边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标准的网页 所以你要把YouTube影片载进来 要放图片 你实际上你就把它想成这里支援HTML语法 这样就对了 好那怪兽呢只是他先帮我们做几个 比较方便的一个就是使用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而已 这样OK 好所以这一块呢 是以后我们在用Webduno的时候啊 其实很好的一个整合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模拟器很多都会用到这里吧 OK好这个是像这样 那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些怪兽 你看一下我们左手边 左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做进阶控制 进阶功能里面就有一个怪兽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控制这些怪兽 只要跟怪兽有关的通通都找这边 所以你看我们点进去 它里面功能其实很多 有没有滑鼠点击的啊 或者是你要做像游戏啊 对不对 像Scratch很多也会喜欢做游戏嘛 甚至呢你可以换网址 这些都在这边 好那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当然就是 它说什么 所以像这样的 比如说你这样进来 亮了那我就说什么 然后哪一只怪兽说的 好就可以从这个直接打开 好所以这里先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Bit里面 它的这个LED灯 大致上LED矩阵这一块 要怎么样去使用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咯 你可以切到我们简报的45页这里 45页 另外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在板子上面 其实它有两个按钮 你可以看到在板子上它有两个按钮 那这个呢是可以真正去使用的 不管你是模拟器或是真的 这个实体都可以 那一样的我把这一边 我把它抓下来 好那我们进到这边来试看看 那么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如果这些东西你不要了 就按着它丢到下面垃圾桶 这是一个方式 你可以按右按右键Delete 也可以拉回左边 都可以把它的积木把它丢掉 好这样都OK的 好那我们来看 一样我保留这一个就是开发板的模拟器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写当开关按钮按哪一个 那因为这个是板子上的实体按钮 所以你要找我们Beat这边的 好这个类别里面 你看这里是不是就有所谓的按钮开关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直接看颜色 对不对 深核色的这边就是深核色的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你就比较好找 好你看我把它拿出来了 拿出来 那按钮本身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个别按A或按B 另外一种组合就是两个一起按下去 好那这里按的方式还分两种 一种是按住 其实这个东西叫做按下不放 这个叫做放开就没问题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按 所以呢你因为这样子不同的按钮动作 我们就可以指定给它不同的动作 好所以你看比如说我A按下去 那我们就显示这个效率 好那积木我就复制一下啰 好B按下去 我们就跟他讲 好吧 显示一个好码灯 再来再复制一个 当A跟B一起按下去 好我们就把LT灯关掉 其实这边的关灯就是把它全部变成黑色的 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就是关闭的动作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啦 对吧全部都变黑色的就等同这个关灯 意思是一样的 OK 那这样就一样的哦对不对 好你看我们就可以执行看看 那你有没有一个疑问 明明就只有A 只有B 可是我这里有个状态是A加B 这里模拟器上面有没有A加B 好像没有对不对 这个是要执行的时候才会看到的哦 好所以你看我们重新执行 当你有用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哎他就会帮你秀出来 好所以你没有特别用到那个功能 他不会显示出来哦 你不要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 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A 有没有笑点跑出来的按B 跑脑灯跑出来了 然后我按一下A加B 因为这个是模拟器啦 所以你就只能这样按 那如果你是实体的 当然就是直接就A跟B要一起按下去哦 这样了解 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基本的 Webbit他那个矩阵的LED 基本的使用方式 请问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你帮我按个赞啰 哈哈哈哈 我们等一下就要搭配朗读跟播放音效的积木啰 好了 应该这个都比较简单啦 应该如果你是有用过这种积木的人 应该不会太难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毕竟他是不一样的那个什么 就是操作的方式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有空的话 待会我可以练习看看 我们等一下会有比较好玩的练习 好那接着呢 大家可以进到简报的46页 我们就再把这个朗读还有播放音效这个部分加进来 那这一次呢 我就懒得一个一个加了哦 我就直接打开我下面的哦 你在简报里面看到下面这个都是我做好的那个范例 好 你如果真的有够懒 哈哈哈哈 至少你还可以打开啦 好 好 我就把这个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咯 好 你们平常都会像这样就是 他一进来都会有就是一些最新消息 如果你真的不要你就再把这个关掉 这样就有新的再告诉你就好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边呢 跟刚刚都一样 只差在什么 我可以用懒读的 好 然后呢 我还可以播放一些音效 这个是Webbit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一块不是透过他的风鸣器出来的 而是透过电脑的喇叭出来 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去控制那个大小声 因为板子上的那个风鸣器 其实大小声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用的 好 那首先当然他朗读的 这个有中文英文日文都可以 那速度啦音调都可以调 重点是他在哪里 你看到他现在是土黄色的 所以我们就找土黄色的 来找一下左手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语音和音效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大家只要会看颜色就会说故事了 OK 那你看我点进来 有没有 他里面包括有动物的音效 人的音效 还有特殊的音效 好 通通都可以 甚至还有资源语音辨识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声控的 我们待会后面会有 好 那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 来我先丢这几个进来给各位看一下 反正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来你看针对动物的 有没有 有很多 然后呢人的部分也有不少 然后再来特殊的 对不对 好像这些 所以呢你只要自己挑一挑 哎就可以用了哦 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 啊 但是你们会听不到声音 哈哈哈哈 所以我先来我先把这个画面先停止共用一下 我要共用这个单一个分页才行 好 OK 各位这样应该就OK了 那我就执行看看哦 好啊你们看一下看这样 那个你们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声哦 好你看我按下A 笑脸 有没有 好然后按下B 知道你们那边声音会太大声吗 我家这边是还有雨声啊 但是你们听不到 哈哈哈哈 OK吗 来音量OK的帮我按个1 觉得音量太大声的帮我按个2 就是那个电脑发出的声音 太小声的帮我按个3好 哈哈 啊 好看起来应该 音量还可以啦 好好好 因为有些时候那个 和我们出去的声音会比较大声一点 我已经调到一半了 OK好那这样各位应该就知道 就是实际的一个样子哦 那待会呢有兴趣的话你就稍微 可以试看看这样子 好 好那原则上 各位呢 如果你到这边没问题 你可以先切换到简报的47页那 简报的47 你们现在看不到我的那个画面没关系 你可以先切换到简报47页 那在简报的47页这边啊 我们就是搭配那个语音辨识 逻辑判断和重复这个积木啊 那这个部分啊 我看我还是先把这个先停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这样应该有看到的哈 这是47页这里 那这里面呢 我就把这三个部分放在一起讲 语音辨识逻辑判断跟重复 那我直接打开我们这个来看哦 好在这边 好打开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到最后之后我比较熟悉而已 因为都是我在操作 好你看哦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你看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做语音辨识 当然其实各位还是要留意一下哦 目前它的语音辨识主要就是支援Chrome 好电脑上的比较没问题 好Chrome啊 Edge 那如果你是行动装置 或是像平板就只能用在Android的 iPhone啊 iPad很抱歉 安全性的关系 不能存取麦克风 好所以我们刚刚呢找到这个语言跟音效这边有没有 有一个语音辨识 你就告诉他你现在讲的是什么样的 好他这边就是中文跟英文 好那这样子呢 他就可以辨识了 他就可以辨识 不过呢你要留意一下哦 为什么 因为这个辨识要随时不断的进行 对不对 所以呢我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叫做重复的积木里面 那你让他是绿色的 所以代表他放在哪边 在我们左手边就有一个重复的这个类别 好所以你看里面有很多关于重复的 有没有我们现在是无限多次嘛 所以你就可以让他执行在这边 这个 好所以刚刚这边 那这个等一下我再塞进去 好首先我先把这个 我先把它停用一下 在Webduno里面 让各位积木的使用啊 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说哎我现在这个程式不想要执行 因为有很多人学过Squatch 那以Squatch的概念来讲 我丢在旁边这样就好 但是Webduno不行 好应该说Webduno的概念哦 他这样子还是会产生程式嘛 你必须要怎么样 不管你是放在里面放在外面 请在积木上面按右键 也要做停用或启用 有没有就这个地方 这样他才可以确保程式 他不会写进去 好OK来你看 我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就先看看哦 你看我做语音辨识 然后呢哎我就找一个怪兽 帮我把辨识出来的文字说出来 所以你看辨识的文字 有没有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我们先用这样试看看 那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要存取什么 网路摄影机的那个麦克风 好你看你们因为我这边已经允许了 就没差哦 好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讲的 已经在下面呈现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跟Google的语音辨识做结合 所以其实其他的这些厂商的开发板 要做这样的话 如果他没有这些现成的工具 你要透过纯粹去写程式来做 相对就会比较困难 这样还可以吧 对不对 好那你看哦 既然各位这样看过的 你就可以在这边 有没有 我这边就把它启用起来了 好你看哦 如果我 这边就有我们讲的逻辑的判断嘛 其实虽然是积木程式 但是一样有逻辑 那你看它是什么颜色 是不是蓝色的 所以就找上面这边蓝色的 逻辑的这里面 只要是跟逻辑相关的都有 好你看我点下去 有没有 如果怎样 它的条件是是不是都在这里 都在这边 好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哎 我想要找的是 我辨识的文字里面包含什么 好包含什么样的关键字 只要有符合 他就怎么样 他就做 好那这个功能有包含或者没有 好或者没有 当然你也可以很精准的 我们在这边 这个逻辑里面 这里 如果你用的是这一种 我以前比较常用的是这一种 就是我要很精准的讲到 好像这样子 可是这样有个缺点 因为我如果只有讲这两个字 那OK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讲的 前面有一些字 后面有一些字 这样就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嘛 所以呢 这个就不会生效 可是如果我讲的是 在这边 只要包含这两个字 他有侦测到的 就是有辨识成功的 哎就可以 好所以其实 就是我后来都是改用这个 除非说你的那个 关键字太多 那这样就容易 一不小心就触发 好不然的话 关键字少应该是还好 或者应该让说 关键字特殊一点 好那你就可以用这样子 才不会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只要讲这两个字 有时候有点困难 因为我们那个语音辨识 要比较正确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只讲一个词 那个正确度不见得很高 好 好 那这样了解的哦 所以呢 来来来 我就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一样的 我还是用分页的方式分享一下 好 好 好来 那我们就执行哦 你不要再嬉皮笑脸了 哈哈哈 这样有包含笑脸嘛 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又笑了哦 好 给我们一个掌声吧 这样有包含掌声嘛 还好他没有辨识出来 这样也了解了 好 好所以用包含这样的一个辨识方式 其实使用上相对会比较方便一些 OK 好 所以基本的 这个 LED矩阵的这个部分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咯 待会我们就要让各位来练习一个比较完整的范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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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